我不駕豪門 因為我就是豪門 老師 哇 我今天看見你又不一樣了 哪裡不一樣 你 你是不是胖了 是怎麼了 欸 你哪裡怪怪的喔 好啦好啦 有沒有變帥 重點是要變帥吧 嗯 不知道 印堂 印堂 印堂在哪裡 印堂在兩枚中間這個地方 印堂 對 喔 那人家說印堂發黑是指這裡喔 對 不是整個額頭黑黑的是不是 對 印堂發黑是指這一塊 因為這一塊是我們人的 氣所聚的地方啊 所以人家會說 第三眼 對 第三眼指氣 就是指印堂 你是去 打玻尿酸 欸 我沒有聽說過印堂要打玻尿酸 我們都是 什麼法令 淚溝啊 這些的這樣 對對 還有印堂也要打嗎 嗯 對 其實印堂很重要 哦 對 你看我之前 印堂是凹下去的 凹得很厲害 哦 是 對 好像有 對 其實你去看我以前的照片喔 你看這個就是我以前的照片 我以前的照片印堂其實是平的喔 在我大學的時候 然後 然後而且我在從小喔 一直到大學為止喔 我的眉毛都是平的 不是下垂的 但是現在眉毛怎麼也 好像有往上對不對 你是又再去加秀對不對 沒有沒有沒有 秀的更粗是不是 沒有我去打肉毒 對 然後打肉毒 其實是打印堂 避免它產生皺紋 哦 對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印堂打了肉毒之後 反而兩邊往上翹了 眉峰變得更往上了 更往上了 對 那我們上次講過眉毛的部分 眉毛越往上 這個越有個性嘛 哦 哦 你現在非常有個性 對 看起來很有個性 嗯 畏懼 畏懼 我覺得其實 這陣子以來我也覺得我做事情的果斷程度 真的比以前好很多 好 拖出去斬了 這樣子嗎 對 斬了 要做什麼 好 想清楚下定決心就做 嗯 對 然後比較不會拖泥帶水 應該是說老師是越來越有自信 有自信 對 那慢慢的這些東西會跟著改變 所以到底是人心境改了所以去改面向 還是說因為面向改了而心境改變呢 其實我覺得是都有啦 嗯 也是因為我有這個自信 我才敢去做這樣子的改變嘛 嗯嗯 那印堂其實對於一個人來講是很重要的 尤其印堂呢 凹下去 嗯 運氣一定會不好 嗯 嗯 然後印堂發黑發紫 其實都是不好的 嗯 但是有一種紫叫做紫氣 嗯 就是你所說的第三眼 我老師有這樣描述紫氣 它就像殘寶寶一樣 殘寶寶它要 它長大之後是不是那個白裡透紅 嗯 看起來好像有點透明 嗯 那個叫做紫氣 你一個人印堂出現紫氣 表示你修行很夠 印堂對一個人來講真的很重要 比如說印堂長了一個痘痘 嗯 那你就小心你運氣會不好 嗯 等等的 對 那印堂為什麼會凹陷呢 為什麼 天生就長這樣啊 欸 但是我以前印堂沒凹陷啊 為什麼後來會凹陷呢 啊 後來才凹陷 對 太瘦了 以前的照片是 啊 哈哈哈哈 沒有地方的肉粥 就是骨頭這樣 沒有 其他地方都胖 就只有印堂凹陷 嗯 其實印堂凹陷 它一定是來自於皺眉 哦 那為什麼會皺眉呢 因為煩惱嘛 壓力嘛 那我常常皺眉耶 對其實 而且我是從小就習慣皺眉啦 其實齁如果有皺眉習慣的人齁 真的要改掉啦 嗯 這樣子就覺得 有一種無所依品的感覺 我就想事情就很自然就這樣皺眉 但是大家也說我錄影的時候 都在皺眉頭 在想就會 就會皺眉頭 但是這一定要改掉 而且印堂 一旦皺出了 川字紋 就三條線 川字紋 對 或者是 雙雀紋 就兩條 一旦皺出了 紋路 其實都是不好的 鏡子 還有一種更不好的是玄真紋 就是一根 它直直的往下指 嗯嗯嗯 對 全真紋好像一根針刺向你的心臟 哦哦 對 那個會對於運氣會更不好 那其實我們從科學角度來講 嗯 一個人齁 如果煩惱多啦 對 運氣都會不好 可是他就是有事情在煩惱啊 對 他也不想每天愁眉苦臉啊 對 那就是我們看待事情的心態要改變啊 嗯 對我們看待事情的時候 是不是可以用更正面的心態去看待他 更正面 或是用更樂觀的心態去看待他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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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所以眉頭一定會深塑嘛 對 印堂一定會產生紋路嘛 嗯嗯嗯嗯 那所以這是因果關係嘛 嗯嗯嗯 那到底是先煩惱印堂才下線 才產生皺紋 嗯嗯 還是先有皺紋才運氣不好呢 其實我覺得這是一體兩面 嗯 以前我的老師還講一句話 嗯嗯 你每天起床喔 嗯 要先照著鏡子看自己印堂 嗯嗯嗯 如果印堂發亮 你今天運氣會好 發亮 對 每天早上起床照鏡子刷牙洗臉的時候 對 先看看自己今天 對 然後順便呢 也在這個今天跟自己講話說 我今天會 今天一定要心情好 很棒很lucky 對 我今天一定要開心 對 我今天遇到事情的時候 我一定要正面面對 嗯嗯 我要開心的面對它 不要給自己太多無味的煩惱 嗯嗯嗯嗯 這樣子印堂 自然就比較不會有皺紋 哦 對 自然就會光滑 嗯嗯嗯 然後如果我們 現在光滑挺滿意的齁 現在挺滿意的 對 沒有我覺得倒不是每天都很幸運 我覺得我們不可能改變了面向 嗯 然後就突然之間變得很好 對 應該是說 每天都會比較正面的 看待人生 嗯嗯 然後於是運氣才會變好 我們改變面向 不可能是 一朝一夕嘛 對不對 嗯 就像我們有個觀眾留言啊 他說喔 他們所學到的面向叫做 向游新生啊 這點我非常非常非常同意啦 我也很同意耶 對 你有怎麼樣的面向 其實都是因為你的心態 你看蔣中正 嗯 蔣中正從年輕到老的面向 改變非常大喔 是嗎 你去看我的面向 韓國語也是改很多 欸 韓國語也改很多 改很多真的 我的面向的教材裡面 有講到 蔣中正的面向 從年輕到老的改變 還有李嘉誠 年輕到老的改變 也非常多 蔣中正的面向 年輕就是一個軍法的樣子嘛 是 非常凶悍嘛 嗯 你看到老年 畫在那個 中正堂上面那塊 照片 慈祥和安 慈眉善目 對 其實心態的改變 不是年紀的問題 對 是在他那個年齡層的 那個時候階段 心裡面所想的 然後跟 是 你也可以看到很多老年人 嗯 那個面向愁苦的 也很多啊 那也是齁 對 所以其實跟年齡不一定有關係 而是跟你心態的改變有關係 所以我們人要 越活越有智慧 嗯哼 也有人給我留言啊 說 老師 會不會把鼻子整大了之後 就一夕之間變有錢 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太容易了啦 大家都一整鼻子 就發財了 應該是我們想想也是不可能 不可能啦 我們只是希望說 從這些臉面向的慢慢的改變 然後也可以影響到你的內心 對 是嗎? 通常鼻子大的人意志比較堅定 嗯哼 做事情比較有自己的堅持 遇到困難比較不會退縮 所以因此他會有比較好的運氣 因此他也比較容易賺錢 也比較守得住錢 嗯哼 其實應該是這樣去理解他 這樣子我就又想要去整鼻子了 哈哈哈哈 你覺得我還不會講鼻子耶 你不要整鼻子 因為你的臉本身就小 所以要搭配 哦 如果鼻子特別大 而其他地方無法搭配 這樣其實也是不好的 哦還要搭配 這樣叫做孤風獨手 嗯哼 孤風獨手你知道嗎 一座山峰啊 它特別高旁 並沒有其他小山啊 嗯 它就特別容易怎麼樣 任何的風暴 任何的雨 通貨都會砸在它身上 嗯哼 這叫做什麼 長特別長的特別容易被剪掉 哈哈哈哈哈哈 不要太突出 不要太突出 面向均衡是首要 最重要啦 老師我有個問題 就是有時候你看某些人 不管是男生還是女生 你就覺得說 他的那個氣質 我們講說那個形容詞 說不出來什麼叫做氣質 要讀書才有氣質啊 是 是這樣嗎 或者是要休息吧 哦 就是他有一種善的感覺 對 哦哦哦 那有的人他就覺得他 他不曉得哪裡 他再美 他的氣質也不見得夠好 對 對 整個像張雨期 哈哈哈哈 他現在比較不好我覺得 現在有一種拔扶感 對 我很愛講張雨期 希望各位都能夠 心地越來越 慈悲越來越善良 對 好好的修行 嗯 讓自己面向越來越好 如果你們想要了解面向的話 我的面向課程有12克 有500多個例子 哦哦 500多個例子 對 13個小時的課程 嗯嗯嗯嗯 一定可以讓大家覺得很好 好 那我們先講到這邊哦 OK 謝謝大家 拜拜 然後呢看得出暗沉嗎 欸看得出暗沉呢 如果你暗沉 運氣就不好啊 那如果產生了紋路 那運氣會更不好啊 那如果產生了紋路